很多人之所以过得不好,老是被骗,老是受伤害,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社会真相,那就是千万别相信一个人的人品。 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观念,人和人交往看人品很正常,可是你知道吗,人品往往是靠不住的,因为人品是可以装出来的,你眼睛看到的,也许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 你不在的时候,也许他就是另外一副嘴脸,所以要是用人品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的信任,值不值的交往,你迟早是要吃大亏的。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,既然你说看人品不可靠,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一个人呢? 我告诉你,应该看人性。 什么是人性?人性就是你作为一个人,一个人类本来就有的样子。 喜怒哀乐是人性,贪婪自私也是人性。 这些人性,每个人身上都有,而且是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,如果变了,他就不是人了。 相信人品的人,给别人借钱,相信别人一定会还给的。 而相信人性的人呢,他给别人借钱的时候,就清楚,这钱有可能会还,也有可能不还。 人品在人性面前不堪一击,你把钱借给别人,别人有能力了可能会还给你,如果遇到麻烦,还不上了,他就可能赖账,甚至为了夺债而陷害你。 你比如这几天爆出的钱乒乓球国手某哥,和某知名女演员某田的事情。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,两个人看起来也是狼才女貌,狗粮撒了一把又一把。 可是等爆料了以后,我们才知道,这个乒乓球冠军居然是个赌徒,为了还赌债,借女友一千多万不还,还把女友的私密视频发给债主用来还债。 你看看,这人品可靠吗?我们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人性。 之前人们都知道这某哥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,阳光,积极向上,大家都相信他的人品是好的。 要是不发生爆料的事情,你又怎么知道他的真实人品呢? 如果说这个女演员从一开始交往的时候,就拒绝借钱,拒绝拍私密视频,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催的事情了,因为你不给他这个作恶的机会,他又怎么能够做得了恶呢? 这就叫做人品不可靠,人性才可靠。 所以聪明的人,不管你人品好不好,都不给人借钱,也不随便帮助别人,也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,那就是你帮了谁,给谁借了钱,到最后的不但不感激你,反而可能成为你的仇人。 不要问我为什么,因为这就是人性。